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处木比较小就看棺子摆棋会收成怎么样 我们还是先看手段 然后再来看木树大小和收棺的顺序 先要看着各处的手段 我们先来看这个角 第一杆 这二二是要的 它如果挡 这就是铺 不要打 打给它一接 这个里边就没棋了 因为黑棋有眼白棋没眼 你总是坐不上眼 坐它靠 你扳它就打 你尖它提 没眼 所以打这个肯定不行 所以点完就要考虑铺 把他的眼破掉 提了一打 这个就要打 这个就有棋了 因为黑棋没眼了 黑棋那就是加 白棋可以立 你不要挡这个团这个 这个是一样的 提 打 再提一提 这边可以收成这样 这些它也有提 反正它总是有提 提完还是先手 有个拐 这样也行 你接它吃 反正黑棋总是可以把里头吃掉 白棋外头的木树有一线 这是棺子 这个比较简单 有点 我们再来看这一袋 白棋该怎么收 普通的斑 斑是最不好的 斑给它一挡 你接住 不管接不接 现在这个里边没棋 断它的啊 这是没棋的 那三个子的中央 这是不是要点 但走这它有斑 你断它接 到处谁也吃不了谁 这样就没棋了 它有个斑 这只眼你是破不掉的 白棋破不掉 黑棋铺它提打接 这都没用 你现在断它也不会来吃 因为吃的话棋紧断 它就接住 这样里边就没棋了 所以这个斑不好 所以要先靠 先靠 先靠 看它走什么 先靠 它如果斑 你就可以打了 它接 这时候再斑 这样就有棋了 那它答案就接 这边 它就得提 它就得提 刚才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刚才是九木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是八木 它里边补了一步 插了一木棋 所以先靠 但是你先靠 它斑 你打完了一斑 这样是先手 但是它有尖 它有尖这一步 尖这一步 这边你这个斑的手段没了 斑它打 斑的手段没了 但是将来 你现在暂时是没棋的 你挡 它收也行 挡也行 拐它打 这里边是没棋的 但是你走这一步 它可以斑 但是现在是后手 斑完了 这个里边 它就要补的手术 就比较多了 因为它不走 你就又挡 它团 下成这样 但这个里边 将来你接 它接 你紧气 还得补 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样它就只有七木了 那就是你走 它就是七木 那它走还一样 它走是一样的 一二三四五 这样它是十木 反正它走 木树就多了 就看谁走了 但是做白棋说来 白棋还是有可能 搬到这个 比不走强 比不走的话 它就一粒 它木树是一般大 但是你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它是九木 你现在点完之后 你如果搬 你点它间 你走完之后 你如果一搬 它是七木 这是收关的一点 这是收关的时候 那就说明这个关子 这有一部大的关子了 你收关一 那就是黑棋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黑棋走是十木 黑棋走十木 白棋走是七木 黑棋差三木 白棋差一木 就相当于 这有个四木的关子 就点完了斑 这有个四木的关子 再来看下边 再来看这个位置 关子都是一点木树 一木两木 这一点也不能让 棋还比较细 很多时候都还是比较细的棋 那我们来看这一袋的关子 这一袋关子 当然都下到最后了 因为看的是没有木 如果黑棋走 黑棋补这个或者补这个 这里边都没棋了 接也没棋 这里边是没有棋的 我们来看白棋走 接完就不用走了 你接它紧 这里边没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这里边没棋 只要补一手 白棋走 这棋就有个点 这不是要点 经常要走的 看它走什么 它如果接住 就有长 它冲 就挡住 打就接住 这它再一挡 将来得打 这里边是要补两手的 本来补一手 现在补两手 所以这一袋 白棋便宜一目 一点 它如果接 你长 反正胯也一样 胯就冲 它一断 不用走了 以后黑棋还得一手两手 黑棋还得花两手 所以这样便宜一目 所以先点 它接 接不行 如果顶 顶你就长 它走别的你一打 它一接 还得补两手 所以还是便宜一目 它如果把这个吃了 就打 提了白棋还打 它还得接 这以后还是要补两手 它只要补两手 它就便宜一目 白棋便宜一目了 所以点 它接不行 顶也不行 顶它长 这个就不用考虑了 将来本来就得一手两手 就得补两手了 所以点这个 这都是坏气 如果提 提就断 一定要断一步 断它一打 这不用走了 将来一步两步 它还是补两手 所以这地方只要一点 就可以便宜一目 它走哪个也不行 再看一步 靠 它如果靠 你可以断 这也就麻烦了 这不是两目的问题了 它现在不要接 接了一跑 要死 那么它现在只有提 将来还是一步两步 都一样 总的说来 总是要补两手 还是要补两手 这样一个点的手段 再来看这儿的手段 再来看这儿 这儿它联络不是很完全 有两个 一个是跳这边 一个是跳这边 看它走什么 跳这边 它如果冲 你就挡 断 你底下有打 它接 然后尖 打这个只有 打这个 它斑这个 这是个打结 可以吃这几个 这地方有个打结 就是跳这边 它不能尖 尖呢 你接 它斑 你打结 提 先手提这个 跳这个 但是那边是个结 有没有别的 其实跳这边更好一些 它有冲 你就打 它断 打 打底下 这个结它就重很多 这个结它重很多了 这个结 它如果接住 你就打这个 可以接住 接这一步 让它立 你可以打这个 它打 你可以提掉 它提掉 打 这是个倒脱靴 这个局部的关子 有这样的手段 跳这边 不要跳这边 因为跳这边 它冲断之后一打 打这个结 是打结 那跳这边更便宜一些 冲断打 它打这个结就重 比刚才的结就重 所以应该跳这步 关子 再来看这个地方 这边 这边 打是先手 打是先手 打它总是提 然后 这步是先手 就要看这儿 就要看这儿有些什么手段 但是这下别打 有点损目 它就直接点 这个形状一二 总是要点 它如果顶 这下先别打 直接靠 它吃 你就打 它吃 它提了 再打 这是三个 它提掉 说打这个 它只有提 你再提这个 这个结黑漆板打不过 黑漆就立 白漆提了 黑漆拐 这是个关子 你结它打 结它弯 来 或这个 这是个关子 可以把它收得比较小 但是这个立完之后 一冲一挡 照一个点 一结一打一打 但这个不大 这个不大 这个气如果松的就比较明显 那就是靠的时候不要打掉 一定要单靠 因为你单靠 你如果这下不走 白漆就不来送这个 黑漆不来送你吃 它就单走这个 你顶 它也不扑 它扑了也行 扑这个 这是一样的 扑完它立这个 它也不扑 它走 白漆就不来打这下了 不来打这下的好处是将来可以贴这一步 单贴 你还得接 打提贴接 这边差了一目 这下不要打 就损了 贴你接 这下立弯 这两目都在 这个打就损了 现在你没有走 它就打这个 它就只有打这个 让你打了这步 先打这个 靠 它不走这个 然后打这个 它现在就打这个了 你打这个 这时候它就提 然后你打提 就是刚才这个结果了 提了提 这是局部的情况 它只有打 提了黑漆接 白漆接住 黑漆接住 黑漆一般 是这个局部的情况 那点这个 别的手段 是没有的 顶靠 是两手 那么它都走这一步 都会顶 你只有提 那这个里头呢 吃不掉 它就拌 打 提了它打 这个比较麻烦 因为等于它已经提着提着了 这个样子比较麻烦 只有走这些东西了 里边是一目没有黑漆 是吃不了白漆 经常呢 它收收器 这是个万年结 它要是结材特别有力 还能铺 提了它收器 它始终给你泡的这个结 这样就成个缓气结了 那即使不走呢 这里边呢 它不打缓气结 那这里边呢 也比较麻烦 它就收器 你还得接住 这是个万年结 那黑漆 那至少是黑漆 一目也没有 所以别的棋并没有 别的手段是没有的 你靠这个 那它靠这个 也是一样的 你打这个 它恰打 你提了 那它打 你还是得顶 你不能提 不能接了 你接一打 那这样死了 所以靠那个呢 非常的危险 它打这个 是一个办法 它很可能呢 你顶这个 你现在拐这个 你现在拐这个 它打这个 你现在只有提 你提这个 它提这个 你接不住 接不住 是比较麻烦的 你如果接住 它一打 是一起紧结了 接它就打 打紧气结了 当然它也可以搬 都是打结火 所以这一带一点 那没有别的手段 就只有顶度 它有个靠 这下先不要吃 那根据情况 能不打就不打 因为这个一打 那打那头 这边损一目 这是各处的手段 各处的手段 先看镜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再来数 各个关子的大小 好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研究关子 刚才呢 我们把这个局部的手段 都看了 下边呢 我们来看各处的木树 那个木树呢 多大 这一带呢 还是比较大的 黑漆一捕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九木 不走 白漆点 挡 扑 提了 打 这个是先手 所以只要是先手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就不用看了 它搬这个或者夹这个 但是搬这个你一立 它还吃不掉 这两个字呢 吃不掉 那这 但是呢 现在呢 走成这样 如果不走 它打 你接 这是个万年节 当然你提也一样 提了它接 这样是个万年节 一打 放的就不动了 所以呢 可以先看看它的动静 那就是先点 它挡出 那先来观察 它这个时候是提还是不提 一般说来要提 不提 那它木树会损的 它如果单班 这样是告一段落 你提这个是先手 那它还得打 这样一二三 虽然有五木 但这已经吃来一木 这还有一木 那还有两木 那白漆也成两木 等于黑漆成三木了 它应该是不太肯 你先铺它 这时候呢 不怕它不理 它不理 你有力 这它比较麻烦 它提了就打 它现在活不了了 它现在活不了 因为它提了你打 它要做活呢 就是靠这个或者挡这个 不管它走哪个 你都提 它团你就提了 它死了 这个不入器 它如果挡这个 你提 你只要把这个一提 它还是没活 它这个眼做不上去 这样是先手 先要判断局部 是不是先手 先手呢 如果和劫材没有很大的关系 就可以马上下掉 但是这盘呢 其实这还是有点结的关系 这有个跳 雨冲 挡 断 打 它这儿是有 有这个结的关系 这还是要看一看这一带结的情况 但是呢 白旗的结材呢 看来问题不大 因为打完 这儿有拖 这个还没有走 这儿有点 这儿有靠 白旗结材呢 比较多 黑旗的结材呢 现在看来很少 黑旗结材比较少 所以打结呢 是没有问题的 这儿还有结 所以关系不大 这一步也很大 这么几个大点 那这手跳 关键是在这儿呢 不要落后手 你点的话呢 这被他爬回去 这一步非常大 那现在呢 就要看是不是后手 捡他如果不理 那你爬 挡 你立 他团 这样真的是后手 他有眼 直接打 他接 你爬 他靠 也吃不掉 也吃不掉 你现在顶他就接 你立他弯 那这里头是个双活 一二三四五六七 里边是七个 那里边是双活 那你如果铺提了一打 那你也是吃不掉 他一拖 这地方没眼 所以这直接走进去 有一定的危险 所以现在这步最大 先来看这个是多少木 如果一跳 断 打 接 打 接 这时候再接 这他只有力 你就打 他打 你提 他提 他提 现在这一步是十 现在的这一步 一打 能得来十一木 白棋得十一木 这一步吃 白棋能得十一木 黑棋一接一二三木 十四木 管这一步打是十四木 但是一二三 这还有四木 十四木 大约有十八木 所以这一步非常的大 有十八木 而这一步一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是九木 你如果点 他就算硬 挡 你铺 他就提了 你打 那他就算硬 你力团 提打提提 一二三四五 它是五木 减去两木 他有三木 那就是你走 他有三木 他一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九木 你收六木 你收六木 现在你收六木 大约在十二木左右的价值 现在还没有这步大 所以说现在关系不大 白棋可以暂时不走那边 所以一定要先跳 至少先把这几个吃了 要不然你被他一贴 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一二三四五六 这有七木 这一二三四 这四木也没有 所以这步非常大 所以一定要跳 先跳这个 黑棋也是要冲 没有办法 打结是不行的 跳这个 打结是不行的 冲挡断打 那结才是肯定不够的 跳冲 挡断 打 结 打 现在打结 结才不够 打 接 立 打 打 提了 提掉 打掉 把这个收完 这个十三木 把这个收了 接着就要算这几个十几木 这个也是先手 一般收成这样 这时候来算 这步要不要打 现在来看 这个有多大 这个一点 这个肯定是先手 可以走掉 但是得等他不打结的时候走 点完了靠 那他顶 你把这个走掉 把它提了 他打 他打这个 那白棋打这个 黑棋提了 白棋打黑棋提 那白棋打黑棋提 那白棋提 黑棋立完了立 这是一木两木 这棋一共是三木 但白棋还成了两木 白棋成了两木 这多了两木 但是这又少了两木 那就相当于一二三 那黑棋还是有三木 因为给他这多了一粒 一充一挡一点一接 而这多出来一个六木 但是不到六木 因为这空着 这还差的一木 大概是五木 五木 但是由于这还有一些冲的手段 所以应该是再减 这地方还是再减一木 所以这边大约少了两木 那么这边少了 白棋这边少了两木 这边多了两木 这边多了两木 两木跟两木抵消掉 所以黑棋就等于一二三 这还差了一木 黑棋等于有四木 黑棋在这个局面 如果你不走 给他一跳 他这个是不走的 这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四木跟十一木 那是七木 逆收七木 逆收七木 现在不要紧 肯定是这个大 现在可以下这个 这个是七木 这个后手十四木 实战的时候 这个局面下是这个大 有的时候还是得把这个走掉 靠 黑棋打 白棋打 黑棋提了 黑棋打 白棋打 黑棋提了 白棋打 黑棋提了 白棋打 白棋打 把这个走完 这个次序走好了 提了再提这个 黑棋打 提了 黑棋接住 那现在白棋 这现在不着急了 一二三四五六 你说六木 但这多一个 还差 黑棋这多一个 这边差两木 所以逆收四木了 所以现在不着急 把这个吃了 现在白棋吃这个 那黑棋这一步最大了 黑棋这一步 然后现在白棋接着再来收 接着来收 接下来再开其他的几个关子 现在这步走不着了 那就是冲 冲这一步关子 挡 冲 他如果挡住 你冲 他接 挡 这是 冲 将来能团着一二三四六木 白棋可以多六木 他一接一二这六木就没了 但是一二三四五 这个是五木 提完之后 这还一打 也是将近六木 所以这两个差不多大 感觉上是提通 一般说来是提通大 但是现在他接完之后 再生出来一个先手冲 所以现在的情况下是这一步大 白棋应该冲了这一步 那黑棋接这个 这是整个这个关子的情况 冲这个 他接这个 剩下就没有了 肯定是这一步大冲 冲完呢 他肯定会接 因为这个一冲一挡 一冲一挡 这还有点木 那冲这个 他也可能冲 都能冲着 接 而且剩下的关子呢 就差不太多了 这是其他就这样 往下收就行了 这是这个关子 大概怎么这样的收的情况 那这个关子呢 这一步也很大 因为他接 打 他接 他弯 弯完之后就有冲 所以白棋呢 这几个还是不能走 那肯定是挡这一步大 因为这一步他冲 你挡不住 你如果挡 他点 你接他打 接他就打 你打 这是六目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五六 这地方呢 有一个六目 那肯提了一打 他就接住 这一代一二三四五 白棋呢 差了五目 这五个关子本来是六目 如果本一挡 这个冲掉 这个没目 大家都没目 都打掉 一二三四白棋得了六目 黑棋少一目 现在这个挡呢 就是七目 这些呢都是六目 这个一冲 一二三四五六 这个是六目 一二三四五 这个是五目 这个是五目 不到点 因为你提了之后他团 团这个呢有一点点用 不过基本上是提完之后能打着 这个是六目 这个是六目 这个是七目 所以这束白棋呢 肯定是先收这个 黑棋倒是很难选择 大概还是接这个 大概还是要接这个 因为你接了这个 他一提 他提通了 他提通了 这儿还差一目 所以黑棋呢估计是接这个 那白棋呢再来冲掉 这是这一代的关子 这下呢能不能冲着 很难说 因为现在这个是六目 这个是三目 这个要是估计他能挡着 黑棋能挡着 白棋一团 这是这一代的关子情况 那大局的关子呢 整个说来就是先看手段 把各处的手段看清楚 看清楚之后呢 再去选择每一招的大小 根据这个大小来确定顺序该怎么样收 好今天这一讲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已经不繁出 Kendall 整个人 的本 caracter 帮助 在这一拍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